普發現金六千元 不過高雄有民眾到三明區的一間郵局 要幫忙家中獎被刷存折布 沒有想到確認六千的確入帳 倒是原本戶頭裡面存的六十多萬 怎麼會憑空騷失 當下當然是非常的心急 對此中華郵寸做出了解釋 單純只是補折機順地出了問題 錢都還好好的沒有不見 就在行員進行補折之後 存款就證回歸 有民眾拿著存布來到高雄 這間郵局要來刷刷看他的普發現金 六千塊進去了沒 錢是進去了 但是他的存款六十多萬 竟然憑空消失 普發六千元郵局四月二號入帳 高雄有為民眾前往三明區 九如二路這間郵局 要替長輩刷存款布 看看錢是否進去了 但回家後仔細看 原本余額還有六十五萬元 沒想到六千元入帳之後 余額只剩下一萬八 六十多萬塊竟然憑空消失 會很緊張 我會馬上去問郵局 然後再去報警 時常到這間郵局的民眾 聽聞有這樣的案例都嚇了一跳 畢竟都是辛苦賺來的錢 普發六千 結果余額 反倒一口氣少掉兩個零 任何人都會非常焦急 民眾的錢和錢 突然間不見了 到底是你的錢 人家要拚去還是怎樣 一定有辦法差 而面對這樣的爭議 郵局趕緊澄清 這位民眾的錢都沒有不見 單純只是工程師 設定上出了問題 廠商的那個工程師 他在設定這個補折機的記號的時候弄錯了 為了更周全 我們也會再做全部的一個清查 郵局強調 事發後進行清查 目前只有單一個案發生這樣的情形 事後這位民眾再重新刷步子 也已經回覆正常餘額虛驚異常 藉著黃富邱建勳 勾秀報導